嗨,大家好,欢迎来到MAT学院,我是Jason 今天我们继续我们课程的一个学习 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第六部分 第六小节的一个第二部分 今天主要包含的内容是有一下两部分 一个是项目依赖的一个介绍 第二部分呢就是一个他们最佳实践的一个介绍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部分 项目依赖 项目依赖呢是我们在每个开发的过程中 经常碰到的一些东西 项目依赖主要会有两种类型的一个依赖 第一种就是一个内部依赖 内部依赖呢所谓的就是一个 我们一个复杂项目中的一个 不同模块之间的一个依赖 而外部依赖呢就是一个不同项目间的一个依赖 比如说我们在开发一个外部项目的时候 对Spring啊这种第三方组件的一个依赖 就是外部依赖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里头的具体内容 首先第一个是依赖范围 依赖范围呢是有五种的一个依赖范围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 第一个是compare 就是编译范围的一个依赖 这是一个默认的一个依赖 编译范围的依赖呢是在所有的classpath中可以用的 它在我们这个 系统被打包的时候 这个compare范围的依赖会被打包到我们的这个发布包里头去 第二种就是一个provided的一个依赖 这个依赖呢是在编译的classpath中是可用的 但是在运行是不可用 通常这个编译类型的依赖呢 就最常见的就是我们在开发一个 比如开发一个web项目的时候 我们对这个servaleta API会有一个 在编译的时候会对它进行一个使用 就是说是在编译时对这个servaleta API有一个依赖 但是真正在我们打包发布的时候呢 因为这个tomcat和nett的这种web容器 提供了这个servaleta API 这时候我们不需要就是说是在我们的发布包里头 存在这个servaleta API 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servaleta API的这种依赖范围 指定成一个provided的一个依赖范围 provided的依赖呢 它是不是传递性的 也不会被打包 所以说的话 这个时候才能满足我们的一个要求 第三种呢 就是一个run time的一个依赖 run time呢 从名字上来说呢 它就是在运行和测试系统的时候需要 但是在编译的时候是不需要的 常见的一种情况就是说是 比如说我们在编译的时候 只需要一个GTBC的一个APM的一个榨包 但是我们在运行的时候是需要这个GTBC驱动的一个具体实现的 这个时候对这个GTBC驱动具体的实现的一个依赖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指定成一个run time 第四种呢 就是一个test test也是我们常见的一个依赖 就是仅仅是在运行我们这个单元测试的时候可以用的 也就是说在编译和这个特殊运行的时候是可以用的 在我们真正这个系统打包的时候 这些依赖不需要被打包到我们这个发布版本里面去 第五一种呢就是一个System的一个依赖 这个依赖呢与那个Prodite的依赖有点类似 但是呢它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呢 就是我们必须要提供这个依赖在我们本地的一个路径 也就是说通常这个依赖的一个价包是存在于我们本地的 一般情况下我们不太建议这种方式的一个使用 因为会增加系统构建的一个复杂性 所以说遇到这种情况呢 我通常会建议你把这个价包发布到我们的一个 本地的一个运用仓库里面去 然后采用这个Prodite的一个依赖来达到这个目的 来我们看一下第二个小部分的一个内容 可选依赖 可选依赖呢是这么一种场景 就是说在编译类库的时候我们需要 在编译一个类库A的时候我们有两个依赖 就是一个类库B跟类库C 但在实际使用这个类库A的时候呢 我们可能只用到这个B或者是只用到C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不希望这个B和C 作为这个传递性依赖同时出现 要达到这个目的呢 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可选依赖来做 也就是说是在这个类库A的这个PAM文件中 我们对B和C指定是一个可选依赖 就是对它的依赖加一个 加一个属性就是Option等于True 这时候呢我们在具体使用这个类库A的这个项目中呢 我们在它的一个PAM文件中 比如说是具体指定某一个依赖的一个 具体去指定这个某一个依赖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使用这个类库A的这个PAM文件中 我们想去这个系统中我们想去具体的使用这个C的一个依赖 这时候我们就在这个使用类库A的这个系统的这个PAM文件中 对这个C进行一个明确的一个指定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B就不会被打包到我们这个使用类库A的这个项目中去 第三一部分我们看一下这个依赖的一个版本界限 通常呢有时候我们这个一般我们在使用的这个依赖的时候 我们通常都是指定一个明确的版本 但是有时候我们我们可以不去做这个具体版本的一个指定 这个时候就带出这个依赖版本界限的一个概念 我们可以看到有两个这个包含量词 就是小括号的这种就是不包含的一个 中括号呢就是一个包含的一个量词 我们可以以下面这个例子来介绍的话 就是它这边是一个中括号一个3.8 一个小括号的4.0 它代表的意思就是大约等于3.8的版本 小于4.0的一个版本 还有一个就是说都好前面这个都好前后的一个版本不是必须的 如果空缺的话是意味着一个正无穷或者是一个服务穷 例如这个 最左右边的这个是没有的 所以这个意思呢就代表的是大约等于4.0的一切版本 然后像下半这个呢就是因为这个小括号就是小于2.0的一个所有版本 然后还可以去就是说都好干脆不要 直接是用这种用中括号的这种形式来表示 这个时候呢表示就只有这个一个具体的版本1.2 其实就跟我们这个具体指令是一样的 然后来看一下第四部分冲突的一个解决 我们通常存在这个冲突的一个场景是有以下几种 就是第一个就是这个构建的这个GokuID跟这个ArtifactID已经改变了 而这个当前的项目呢需要一个与这个传递依赖不同名称的一个版本 这个时候呢可能就会遇到一个冲突 然后还有就是第二种第二种情况就是某个构建没有在我们的这个项目中被使用 而且呢就是这个传递性的这个依赖没有被标志为是一个可选依赖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不需要这个依赖 就是不需要这个构建被发布到我们这个版本里头去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是一个构建已经在运行时的容器中提供了 因此呢这种情况我们也不希望它被包含在这个我们的一个构建中 就是刚刚提说的那种Pro-edit类型的一个依赖 第三一种呢就是可能就是一个API有多少时间 我们可能就是不希望有这个API的一个多个时间 我们只需要有一个具体的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一个这种冲突的一个解决 就是替换我们的一个传递依赖 替换传递依赖的一个方式呢就是在我们的dependence里头 在一个那个 exclusion里头把这个传递依赖给它排除掉 就比如说像这个test的我们这个project B 它是一个传递依赖 是通过这个project A传递进来的 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一些某些特殊的原因想 比如说project B的一些版本的一些变动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原因我们我们不想去对这个project B 进行一个传递依赖 这个时候我们就在这个地方把它排除掉 然后呢如果要是说是确实又是 在我们这个项目中又需要一个project B的一个其他的一个版本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一些API的一些实现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在下面来具体的去 具体的去指定这个project B的一个具体的实现 或者是具体的一个版本 只是说是在这个地方把这个传递依赖给排除了 最后一部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依赖的一个管理 我们通常在这个mano中呢 这个对一些比较复杂的一些mano项目呢 我们会通过这个dependence management这个元素提供一个方式来进行一个统一的一个版本号的一个管理 通过使用这个dependence management这个元素呢 我们可以在我们的子项目中引用一个依赖 而不用这个显示的列出这个版本号 如果这个子项目给定了一个版本号的话 它将覆盖这个顶层这个pam的一个dependence的一个版本号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那个具体的一个例子 我们还是先看一下这个地方我们建了一个那个 一个parent的一个项目 它里头有一个subject有一个subA有subB 我们来看一下提供了一个我们有一个管理 一个dependence的一个管理 我们我们依赖了一个振用的4.1.2 然后测试换为这个scope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这个子项目中 我们其实就可以不用准订它的版本号 这个时候呢 这个版本号就统一有这个副项目来进行一个管理 也就是说我们将这个项目版本 就是一个构建版本的一个依赖 所有的依赖的一个版本都挪到这个副项目的这个pam文件中 所以说我们如果要是后边有很多的子项目的话 那我们所有版本的依赖都只有在这个pam文件中 这个样子的话我们如果改变一个版本的话就比较方便 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二部分的一个内容 就是pam的一个最佳实践 首先呢 会涉及到一个依赖归类的一个概念 就是我们在开发的过程中 可能会就是有一组逻辑上的归类在一起的依赖 比如说是我们开发的这个项目 都是一个 都是一个那个 就是一个开发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项目 可能飞成了几个子项目 但是都是一些外部类型的项目 这时候呢我们比如说我们会用到Spring来做了一个开发 还有比如说底层用到了一些Massacre的一些数据库啊 还有用到Marketis之类的这一套的一些东西 然后再去这一块呢 就是对这些比如说Spring啊 Marketis还有数据库的这些依赖呢 其实它这几个子项目都是通用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在逻辑上把他们归在一类 就是归到一类里头去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创建一个打包方式为PAM的一个项目 来包含这些依赖 然后呢我们再让这几个具体的这个项目去依赖于我们这个 创建的这个打包方式为PAM的一个项目 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是我们所有的依赖 都由这个打包类型为PAM的这个项目来进行一个管理 当然你也可以采用这种基层的方式 但是通常我们如果这个项目比较复杂的话 这个基层的方式管理起来就结构就非常不清晰 而这种而这种通过这种归类的方式呢 就非常清晰 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项目去共同依赖的东西 是一个什么样子 它有点相当于是有点抽象类的感觉 但是又不是采用的是一个基层的方式 就是也不应该说是抽象类 应该说是加尾里头组合的一个概念 就是我们在加尾开发中的一个组合的一个概念 比如说我们有些共同的一些特性的话 我们会抽取一个第三方的一个类 让这其他的几个类来共同的对它进行一个依赖 后边我们来最后来说一下这个多门块和继承 多门块的项目呢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我们这边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说是我们这是一个parent类型的一个项目 就是这是一个继承型的 继承型的一个项目的话 我们可以看一下 就是坐标 然后W类型是帕姆 这个顶层的是帕姆 然后有两个models 一个subA subB 然后我们会有一个管理依赖 这个是可以合物的话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下方有两个子项目 子项目的帕姆的话 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 就是继承的话 我们继承的话 它会去继承它上面的一个 这个复帕姆的一个所有的一些属性 比如说dependency的一些东西会继承下来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子 那个项目的一个帕姆文件 会去指定这个parent 然后它没有自己的这个group ID 它是继承的这个复类的group ID 也没有自己的版本号 是继承的复类的一个版本号 你可以看到 它仅仅有一个artificate ID 然后下边这些东西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个那个多模块 这是一个多模块的也像 同样这个地方也标志成一个models 但是我们就发现 我们看一下这个 这个 这个 里边的一个具体的模块 这具体的模块呢 它的group ID跟artific的ID还是分开的 就跟它这个顶层的项目是没有区别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是这个多模块仅仅是 如果不是负责关系的话 它就是仅仅是一个组合形式 就是仅仅是一种逻辑上的一个组合 就把这个项目逻辑上归类在一起了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多模块也跟继承的一个区分 首先多模块项目呢 它是说是管理一组子模块或者是一组子项目 多模块项目是它是从那个上层往下便利的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多模块的构建呢 是用来将模块聚集到一个单独的一个构建中 也就是说我们会把这些后边比如说是还有一个B和C啊 去构建到这一个构建中 然后副项目呢 是说是是把所有的那个值会传递给它的这项目 我们刚刚也说到了 如果上班的尤其是上班比如说是在这边有一些具体的dependence 它会进行一个传递 然后一个还有一个就是负质关系是从这个业界点往上定义的 也就是说是它所有的这个具体的依赖的值呢 会去以这个我们的一个一个子项目的这个具体的指定为准 负质关系呢 更多的是去处理一个特定项目的一个定义 我们可以去更加抽象的去可以通过语言 跟这个语言来类比这个这个多模块项目呢 就类似于这个Java中的一个组合的一个概念啊 这个负质呢就更类似于Java中的一个抽象的一个概念 所以说它是有一个不同长角的 我们希望大家在使用的过程中呢 是根据这个我们的这些不同点 然后在使用的过程中呢 去灵活的去使用 是具体使用这个负质项目 还是这种多模块的一个项目 好今天的课程我们就介绍完了 我们希望大家回去以后继续对这个 这个基本概念去做一个深入的一个了解 为我们后续然后打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基础 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